第25週的西亞賽事 利雲特主場在華倫西亞城市球場認知王家馬德里 利雲特上輪聯賽贏球,王馬輸球 但王馬接下來兩場國家打比 所以這場比賽其實要打聲12分精神 不過後防都不是太穩陣 前面的開球組段會見到利雲特這邊打正選前鋒的羅渣 根本中處,多慘情 接著還可以加一腳,不過幸好莫迪及時解位 這場比利雲特很放的,利雲特 上半場以攻待守,拿到不少優勢 可以說一度壓著王馬去踢 特別左右兩邊都做得不錯 前面一對,莫拉利斯,現在拿球這位和羅渣都很適合 但剛才拍攝較早前 那下的12馬球證 偉蘭路華,看回VR,全球是12馬 還沒唱到尾段,12馬給了王馬 賓斯馬操都搞定,今場王馬的隊長 今季第十一個聯賽入球 但之後看到反擊很快就湊效 那時候本來利雲特有機會在上半場追上球 但射球是羅渣,中處的又是他 這球傳得漂亮,看到中間位置 但銀進去,結果銀得漂亮 但比較可惜地方就是欠運 結果就是射中處 令王馬半場一球12馬的入球領先 那半場出回來繼續積極 今次這球比得漂亮,傳入中間位置 羅渣 自驚得到,今次也能夠入 瞄著遠處一切 這樣收死了就是門長古圖浩士 這個反擊很漂亮 波拉利斯走的漂亮位置也阻礙了一個傳送 場地濕厚的情況之下順著去飛 飛鏟那一刻刀射成功,羅渣終於找到入球 除了上半場兩次撞處,追上1比1 雙方繼續都很進取 雲利素斯靠他,快的反擊望空,壓贏過對手 但也很厲害,要贊走他們的龍門 喊到菲蘭迪斯封位也僅僅遇到 下半場比賽節奏更加明快 這球是門將艾套菲蘭迪斯 由現在出口不出口 但不要緊,最緊要救到這球 另一個角球處理,頭槌握到 但這位置看到當時李雲特後面有踢的中場 射克杜古希 在禁局中打算清波,但慢了一點 究竟韋蘭露華看到中間卡斯米露跌了 認為射克杜古希踢跌了卡斯米露 但這球究竟是否真的打算 如果卡斯米露插水,拿黃牌下場 國家打比是需要停賽 結果這球有12碼 亦由後日替的巴爾主射手 當然有個小插曲 就是慶祝的時候 撥開了盧卡斯華斯基斯的手 但最緊要當時王家馬德里領先2比1 但這邊沒有放棄過 李雲特 另一位後日替的球員 就是前鋒的針籃 這裡駁到 拿祖法尼迪斯的凡規 拿祖亦到比賽尾段 兩王一雄 令到王馬在末段的時間 打少一個實人應戰 但也有些花水 提外話 李雲特的後備球員 安東尼後備球員的 帕道路比斯 都是場邊兩王一雄 給你們看 楚爵也中槍 中了紅牌 兩王一雄 看看這場要停賽 但無愛過賽果 最後王馬作客 贏李雲特2比1 哦唷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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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嘞 一項 嘞 嘞